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還不敢跟家人聯絡 因為在之前就是 我有提到就是我其實我就已經不敢回家了 那其實在我說我不敢回家之前 就是家人有一直說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批評啊 不要一直去這樣公開表態 就是家人其實是很擔心的 對那我原本的用意也是跟家人說 喔沒關係因為我雖然有出來公開的聲明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用我的本名 所以你們是不用擔心的 所以當我看到連本名都被揭露的時候 我就可以想像我的家人現在就非常的擔心害怕 對所以我也 我現在其實不太敢跟他們聯絡了 我們是前幾天就是有收到 志工有回報說在反對罷免的群組裡 有開始流傳了那個圖卡 然後一開始他的圖卡是畫了一些就是關係圖 可是其實從那個關係圖中 根本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目前大家可能比較熟識的幾位成員 根本就完全沒有任何政黨色彩 但是除此之外他還特別把我們除了核心成員以外的其他幾位志工 都還把大家的本名然後過往經歷 跟各個年份的網路足跡 全部列表做成一張一張個人的圖卡 那這件事情最我們覺得最可怕的地方 其實不是在於說我們有做什麼違非做得來的虧心事 而是他們企圖把一些資料去拼貼 然後去用一種標籤貼標籤的方式 想要去抹說我們的政黨立場政治傾向 或者是說我們做什麼事情是有什麼目的的這種暗示 那這個手法讓我們覺得很害怕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們有些成員的本名 其實是從來沒有揭露過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那一份資料上 也都看得到大家的本名 對那本名之外還有一個是我前兩天有提出的那個 他把我們的資格寫成提議人這件事情 對那提議人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我們自己是不是提議人 所以我們也在二階連署的時候 也有一直呼籲大家說因為送件才三千多份 那只要你一階有簽過 其實還是要回來簽二階連署 意思就是我們根本都不知道誰有被送件誰沒被送件 但是他們卻可以這麼斬釘截鐵的 就在我們旁邊貼一個是提議人的這個注記 那我們就會懷疑說他們是不是握有什麼連署資料的名測可以去做這樣子的指認 對就是應該說因為名測這件事情 名測只有在幾種選文會有 就是包含我們自己志工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到底是誰有造冊誰沒造冊 甚至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彼此之間也都是用 暱稱來稱呼對方我也不知道對方的本名是什麼 所以即便我可能是造冊的人員我看到這個名字我也不認識他是誰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去辨識出我們幾位就屍體藝人 然後還附帶把我們的本名都列在上面 所以這件事情是讓我們覺得說好像這些政府機關他並沒有保持行政中立原則然後淪為政黨的大首 那你是說他們還有把你們就是每個人的資料分為是不同的檔案家嗎 對就是我們在網路上比較常發文的加上我總共有三位就我們個人會有一張各自的圖卡就會寫說你的暱稱是什麼 然後你在團隊裡面負責的是什麼事項然後你幾年幾年的時候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就是把你的貼文什麼全部都列出來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是因為我們身為選民我們在做每一次選舉的政治立場判斷的時候其實都是有自己個人自身的考量的 那我也有在節目上去講說我其實比如說我在10年前甚至我在2020年的時候我對於政治人物跟我怎麼樣看待政治新聞 我並不是全然都是支持單一一個政黨那只是因為說我這兩年來我可能比較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開放自由的國家了所以我可以很自在的去表態 但是卻因為我這樣子的表態公開的表態要來說我是民進黨的人或怎麼樣 然後甚至想要引射說背後就是有民進黨在操控我覺得這不但是抹滅了我們的自由發生的權利 那同時也是在企圖就是要把這一場罷免去上升到政黨對決 對就是公民的主體性在這場活動中完全被抹滅掉了但是我們是個人我們只是在捍衛自己基本的公民的罷免權 對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還不敢跟家人聯絡因為在之前就是我有提到就是我其實我就已經不敢回家了 那其實在我說我不敢回家之前就是家人有一直說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批評啊不要一直去這樣公開表態 就是家人其實是很擔心的對那我原本的用意也是跟家人說沒關係因為我雖然有出來公開的聲明可是我一直都沒有用我的本名 所以你們是不用擔心的所以當我看到連本名都被揭露的時候我就可以想像我的家人現在更非常的擔心害怕 對所以我也我現在其實不太敢跟他們聯絡了對 關於要報警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幾個還在討論就是也要跟核心成員們一起討論說到底我們整個團隊應該要怎麼做才會是在 在可以讓我們這個罷免的程序順利推動的前提下又能保障我們自己的安全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會擔心說我們有一些動作都會被過度的放大解讀 所以我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決策之前我們都要很審慎的討論 你會後悔參與這個活動嗎或是 後悔不會啊 就是越是遇到這樣子的你就會覺得說我怎麼可以讓他在公眾面前這麼久 然後還這麼大言不慘的說他好棒他好優秀 可是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回應到市民對他施政的疑慮 然後全部都是用個人這種攻擊的方式不去做正面的回應 然後出一些小手段 當然我們在客觀的立場上來講我們沒有證據 我們不能說一定是誰做的事情 可是誰會對我們做這種事就是用常理推斷其實大家也想像得到 那我私下要問一下就是你剛才說你沒有跟家人聯絡 是你們都是住在基隆嗎還是 家人在基隆但是我在台北 然後我是戶籍還保留在基隆 所以我是有時間會回家 然後投票的時候也會回家投票 對 就是因為家人還生活在生活在那邊 所以他們會比較害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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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